7月20号的时候 郑州市由于暴雨下的比较大 然后呢下雨的面积也比较大 所以呢造成了严重的这个水淹事件 城市内涝 这个到处都是水 然后呢地铁五号线 还有这个京广隧道 这个发生了很严重的积水 然后导致人员伤亡 7月21号的时候 我们这里是交错 当天呢就是中间雨稍微小了一点 我就去车馆所 因为之前呢我买了一辆小摩托车 想去资料已经递到车馆所了 然后呢就是想着21号的时候 去把那个牌照领回来 21号我去车馆所的时候 当时是他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 现在网络信号出现了故障 不能正常的办理 相关业务 需要等几天的时间 然后到7月26号的时候 也就是前天 星期一那一天 我又去车馆所了 车馆所呢是大门几乎是关闭的 中间就留了一条小缝 然后我就进去了 进去里面是冷冷清清 没有人员上班 我问了这个值班的人 他说现在网络信号还是 这个不通的还是出现故障的状态 还是不通的还要再等 然后呢就没有办法我就回来了 今天刚好去县城的时候 我又路过车馆所门口的时候 进去又问了一下 他说是网络信号还是不行 还需要再等 我就想这个网络信号是不是交座这边 因为我们属于这个交座管辖 是不是交座这边的基站的服务器的网络出现了故障 导致我们这边办理 这个相关的业务办理不掉 他说不是的 是郑州出的问题 由于前几天郑州雨下的比较大 这个城市里边浸了好多水 所以呢导致 郑州这边的服务器或者是基站这边 可能是出现了硬件的一个损坏 导致现在网络还是不通 从20号 20号 对 20号下午和晚上发生事件以来 到现在28号 也说一个星期多过去了 信号还是不通的 不管是考驾照 还是车辆的审验 都是做不了的现在 就是和车馆所 很多的业务现在都办不了 因为没有信号 网络信号 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过去了 到现在网络还是没有幸福 我们可以想象 这一次的水灾造成的损害 还是比较大的 在这里呢 希望这次水灾 能够早一点过去 希望暴雨呢 不要再下了 然后呢 也希望车馆所的网络 能够早一点恢复正常 让我们早一点能够正常的去办业务 好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